下面一點點 來 中間下面 中間 知名百貨公司加入信義區精品戰場 昨天才盛大開幕 今天知名品牌大張旗鼓舉辦開幕總會 邀請眾多知名模特兒及雙筋演員出席 參演金馬獎入圍贏家 此刻念姨娘的謝欣穎 和入圍金馬最佳女配角的 簡曼書都身穿該品牌新裝現身 金鐘獎最佳女配角徐韋寧也亮麗出席 她話中有玄機 表示今天只想幫自己填購新衣 更想專心在工作上 佔瞥前男友話題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都還滿獨立的 對 然後很就是專心工作 現在也就是一直沒有改變過 就是這樣 許久未在公開場合亮相的天后楊成林 已出場就獲得粉絲尖叫支持 她笑說在台灣確實很久沒和粉絲見面 原本希望年底能有新專輯問事 但手上又接到好劇本 讓她還在滾腦中 粉絲的部分確實台灣的粉絲等比較久 因為就近期比較沒有跟粉絲面對面的 公開活動 所以她們可能 我不知道她們藏在哪 但她們的聲音我都聽到了 因為其實我電視劇電影 我都會很想接 只是現在就是還在考量中 對 所以大家就是稍微耐心等待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